各位老师大家好 今天介绍的是12年国教新课纲中 技术型高中语文领域国语文的课程纲要 简报将从新课纲的改变 素养导向的教学与评量 行政配套措施 如何安排各类型的跨域学习 以及弹性学习时间规划事例等面向 协助大家对技术型高中的国语文课纲 有概略性的认识 第一章节 12年国教新课纲改了什么? 12年国教新课纲为了实现全人教育的理想 订定、自发、互动、共好的理念 希望适信扬才成就每一个孩子 因此订定了四个总体课程目标 希望培养学生终身学习 成为解决问题的行动者 从99课纲到新课纲 可发现仍然重视务实致用的专业技能 但是更强调核心素养在专业教育目标的基础价值 因此 国语文课纲也依循这样的原则 进行提纲切领的规划 新课纲以学生为主体 核心素养成为课程发展的主轴 为了让学生适应现在的生活 面对未来的挑战 所以在课程教学上 不但要重视知识的运用 更要重视能力的增进及态度的养成 核心素养分为三面九项 三面指的是自主行动 沟通互动 及社会参与 九项 就是指三个面向下 所产生的具体内涵 为了让学生成为终身学习者 因此强调情境的实际运用 以及跨领域与科技的整合 并在生活中实践 十二年国教新课纲最重要的 就是借由核心素养为主轴 而发展出各个教育阶段 领域科目的理念目标 核心素养 其学习重点 核心素养 是社会成员所应该共同具备的 也是各个学习领域都应该要具备的 必须落实在学科的学习重点中 才可实践 转化为国语文课纲 发展国语文素养 希望学生能够借由国语文终身学习 发展思考见解 体认文明价值 对应听说读写 文字文本文学等学习重点 最终塑造美好的生活情境 在这一次的课纲修订当中 彰显与文是社会沟通与互动的媒介 也是文学与文化的载体 藉由学习 让国语文成为各种职业能力的基础 专业知识跨领域的桥梁 培养学生兼备技能与才士 99课纲课程目标才分册撰写 学习内容以教学纲要方式呈现 新课纲则采用统整叙述方式 重视学生学习经验的连贯统合 关于各教学单元建议及学习目标 则另行编写于课程手册中 在这样的理念及目标之下 国语文课程纲要的核心素养 延续了三面九项的具体内涵 其中的B 沟通互动 可以说直接彰显了国语文教育的特色 功用 美感 其涵养 国语文课纲中 最能够彰显学科专门素养的 就是学习重点 分为学习表现及学习内容 学习表现的听说读写 就是国语文能力及态度的展现 希望能够引导学生发展 技高阶段的国语文学习历程 并且显现学生听说读写的学习成效 学习内容分为文字篇章 文本表述及文化内涵三个部分 文字篇章借由字词、句段、篇章三层序列 包含了口头、书面及影音图像 并且借由文字篇章的表意功能 掌握继续、抒情、说明、议论 及应用等各种文本特征 内化为表达能力 并且在学习活动当中 进行文化内涵的学习 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抛开了文体、文类的限制与范畴 从文体、文类的方式转变为文本表述的方法 希望让国语文能够连接更多元的学习内容 在核心素养及学习重点的引导之下 国语文课纲的课程设计原则 除了配合三面九项的核心素养 更提出了适性发展的面向 希望能够融合各专业群科的需求 以及各个学校的地域发展、校园文化 规划开设多元的国语文校订课程 引导学生能够多元学习、发展潜力 除了学科专门素养的培育之外 接下来提出两个要留意的教材编选原则 一是重视横向同整的群科连结 协助学生探索未来职业的发展 二是融入议题 这是十二年国教新课纲的重要特色 重视语文与议题的连结、延伸、统整及转化 以培养关怀社会的素养与能力 这张表简要地标示出 九九课纲与新课纲教材规划方式略有不同 新课纲采用统整续写 课程规划与教材编选原则列于课纲里 教学单元建议另行编列在课程手册当中 并分为现代文选、古典文选、诗歌选 文化经典选、应用文、口语与书写表达等单元 教材编选分为现代文选、现代诗歌选、古典文选、古典诗歌选 其文化经典选等类 不但纳入了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 以及各种的文体文类 更重要的是纳入技职教育精神的思考与连结 更彰显技术型高中国语文教育的特色 第二章节 素养导向教学与评量怎么做 新课纲所谓的素养 注重知识的实践 特别强调情境化与脉络化的学习 希望学生在学习某项知识的时候 就能体会发掘它潜在的应用性 在教学时 并不需要特别为九项核心素养挑选篇章 例如老师透过课堂上的提问 或者让学生进行小组讨论 这样的互动 其实就已经在强化思辨能力 也就是在国语文专门素养的学习过程中 同时提升系统思考与解决问题的核心素养了 国语文的学习 通常不会直接拿词典或文学史来读 而是在文章的阅读情境里 去学到某个词的意思 某个常用的写作手法 或者某个作家的风格 例如读《孟希笔谈》里 有关图面镜、凹面镜形成影像的叙述 它本来就是系统思考与解决问题 这项核心素养的古代实例 同时也是在实际读文章的操作情境中 既学到怎么读文章的方法知识 也学到说明文本是长什么样子的文体知识 既然国语文的学习 原本就是在听、说、读写的生活实践情境中进行 那么学习评量也就不用特别去检查 我们在听、说、读写中 本来就会吸收许多跨领域的内容 储存生活中会看到、会想到、会用到的点点滴滴 而在纸笔测验 可以融入情境化的试题 适度结合其他领域 用涵盖完整的能力层次来进行命题 多元评量能善用课堂观察、口头发表、小组讨论等方式 去了解学生在知识、能力之外 在态度与实践状况上的变化 当然也就更符合素养导向的初衷 这是106年四季二专统一入学测验试题 虽然凸显了三个特征 图表的阅读 跨领域的阅读 有浅而深的阅读 但并不表示 要同时间被这些条件 才是素养导向评量 就阅读评量而言 其实只要能一边读 一边学到阅读的方法 并且能从资料的理解分析中获得心知 进而反思生活里的相关课题 体认到阅读的重要 就是素养导向了 以这个不识愚斥 拒绝买卖的题组为例 重点其实是在题目中 切问而尽私的本质 而不是表面上的图表或跨领域内容 第三章节 国教署推动新课纲相关配套措施 为使新课纲实施能够稳健与顺利 教育部在107年相关计划及预算中 皆已拟定相关配套措施 完善各项法规配套 全面盘整及检视现行相关法规 新增及修订多项法规 必学校具已规划 新课纲课程 第四章节 如何安排跨域学习 跨域学习强调结合各领域 科目的学习表现和学习内容 应用于理解或解决真实情境脉络中的问题 可分为一般科目跨一般科目 一般科目跨专业实习科目 及专业实习科目跨专业实习科目三种 12年国教新课纲 以八大领域及十五群科为基础 促成跨领域或跨科目的教与学 在多元化教与学的策略中 精进学习内容 活络学习表现 掌握专业发展学习策略 由专业教师社群经验分享 融合核心素养 扩展教学视野 丰富跨域合作成果 如何安排跨域学习一般科目 在国语文的课程教学中 因应跨域学科主题 以结合校内相关科目师资 以协同教学的方式 适切发展多面向主题教学设计 以简真、下之绝具为例 跨自然科学领域的生物 培养认识本土生态 珍惜环境资源 跨综合活动领域的生命教育或生涯规划 来抒发自我省察 其生命发展的感触 跨艺术领域的艺术生活 学习如何鉴赏艺术文化与生活 以苏式、赤壁赋为例 在一般科目时 结合作者的生命历程 发展跨综合活动领域的生命教育 学习如何面对生命的困境 跨艺术领域的美术 欣赏宋代书法名家作品 也可结合校内专业群科师资 跨土木与建筑群 学习苏提水利建筑的原理与工法 跨餐旅群、餐饮科与观光科 连结中餐烹调与民生导览 等相关专业智能 如何安排跨域学习、专业群科 跨专业群科的教学设计 以先整合国语文、知识、能力、态度的基础 强化、情境化、脉络化的学习 如针对表演艺术科的学生 可以用文本的相关知识 转化成表演课程中 剧本写作与演出的技能 发展解决问题的策略 有效带动专业学科的实践与应用 选用与职业发展相关的文本 精进学习内容、发展学习表现 强化相对应课程的思辨与应用能力 如针对电机电子群、机械群的学生 借文本的相关知识 对应群科的专业职能 养成人文素养 运用多元且独特的学习迁移成果 开创生涯发展的关联 以赤壁赋与工艺设计的结合为例 借国语文的学习能够精确地运用专业职能 创新且深化产品的人文内涵 完成具前瞻性的产品 第五章节 怎么规划弹性学习时间 在弹性学习时间的部分 国语文依然有自己可以发挥的地方 比如说在学校特色活动的部分 如果各校有发展自己的校本课程 那在这里是可以透过阅读和写作 来参与学校的校本课程 另外 选手培训也包含国语文竞赛 选手培训也可以透过弹性学习时间来处理 在高二、高三 我们仍然可以针对学生的学习能力来做深化 加上充实增广教学的课程 比如说 我们要透过文本来训练学生比较一同的能力 当然 在二、三年级 我们可以针对学生比较弱的部分 来做补强性教学 这是我们在一般领域弹性学习时间 可以来处理的几个课题 以下就举几个例子 在特色课程的部分 举一个例子 例如在画我家乡 这个画可以是说话的话 可以是文字的表达 也可以是语言的表达 我们可以透过分组踏查 收集资料 来训练学生分析诊断的能力 最后透过综整的能力 来做成果的呈现 至于选手培训 若有学生参加国语文竞赛 可以把以前需要利用 课余时间做的事情 一致弹性时间来处理 至于充实增广课程 在学生既有的学习基础上 针对学生的需求 进行增强的课程 例如开设 《现代诗歌中的古典情运》 这门课 某一单元以归院为主题 请学生比较不同时代的 文体表达方式 借此增强学生比较 异同的能力 至于补强性课程 应是高二、高三时 例如发现学生在文学概念上 模糊不清时 适时安排补强性课程 上课时间不一定是整个学期 也许只需要三周或六周的微课程 针对学生欠缺的部分强化即可 第六章节 总结 语文教育 丰富生活 美化人生 改变 从我们开始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